大家好,歡迎收看中國焦點新聞 因為菲律賓在人外焦、中葉島等南海倒焦的問題上刻意挑釁 南海問題在今年上半年成為了不少中國人重點關注的問題之一 最近美軍的兩架F22隱身戰鬥機甚至被重新部署到菲律賓的克拉克軍事基地 為了反制美飛的挑釁 中國中央電視台不僅公開了殲-16戰鬥機進駐南海倒焦的消息 並且中國海警船和中國海軍的056A導彈護衛艦、052型導彈驅逐艦 重現飛佔中葉島附近的海域 保護中國漁船在相關海域的正常作業 不過這不是中國對美飛反制的最終手段 據相關媒體的報道 全國政協委員天津航道局總工程師秦斌 在今年兩會期間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表示 目前中國已經是研發 搞刀功率可以達到一萬千瓦的滑泥船 一旦研發成功 這艘滑泥船也將會成為全世界搞刀功率最大的滑泥船 吹沙填海的能力遠勝於目前中國擁有的天瓊號滑泥船 軍事分析人士認為中國或將重啟南海填土的行動 在南海打造賭礁長城 根據秦斌總司的介紹 中國正在開發的新一代填海造賭重器 將配備一萬千瓦功率的剪刀 將會成為全世界第一台擁有這個級別能力的滑航 繳級滑泥船 但是新船不單單是在繳刀功率、船體尺寸這些方面 進行簡單升級或者擴建 而在技術性能上會有質的飛躍 滑泥船作為中島神器 可以用繳刀炸開河床或者海床上的岩石 然後通過管道將蓋起的岩石和沙 就奔述到距離船隻很遠的地點 通常被用來清理航道或者摧田人工倒墜 就和中國正在開發的新型滑泥船相比 其前身天瓶號的剪刀功率是4400千瓦 在2013年9月至2014年6月期間 天瓶號是在中國南海崔田島礁的主要船隻 該船由上海交代和德國Woster LMG公司聯合設計 於2010年投入使用 每小時可以挖掘4500立方米的沙子 其強大的奔信能力 可以將6公里以外的沙送到需要摧田的島礁 這種獨特的能力可以更快地開狠海藏 在一個地點進行疏進作業 在另一個地點重新摧田 而不需要大老遠地從其他地方運輸填埋的材料 省時又省力 大大提高了做到的效率 天瓶號當時在南沙群島的五個珊瑚礁之間 一共進行了193天的海上作業 首先是打破了水下珊瑚礁 然後就將它吸入並堆疊起來 模擬出自然的珊瑚礁環境 打造了永暑礁、美濟礁和主壁礁的水下環礁 並以此作為基礎 建成了中國南海最大的人工島 擁有機場、雷達陣列和導彈陣地 同時還最大限度地保護了島礁周邊的生態環境 中國政府在南海的吹沙填堵作業 一直維持到2015年6月份才正式結束 起初世界各國對中國政府在南海的行動不以為言 也不認為中國人能夠填出什麼名堂 美軍甚至有人說 如果南海有戰事發生 他們可以在一個小時之內就用導彈 清除了中國政府用泥滑船填出來的東西 怎知道又在一年又四個月的時間之後 外界驚奇地發現中國人創造了奇蹟 直接在南海深增了1314萬平方米的陸地 被不少國家稱為大自然的毀虎神工 2019年中國自行設計建造的天坤號求入使用 天坤號成為了上一代的網紅 天坤號的作業能力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攪刀工率達到6600千瓦 就比天坤號提高了50% 成為亞洲工率最大的自航滑級滑泥船 將滑掘的能力提高到每小時6000立方米 在海底滑掘深度達到35米 可以將15公里外的沙子摧填到指定的地點 天坤號只需要一個小時 就能夠做出厚一米 面積在一個足球場大小的陸地 最重要的是 中國通過在南海海域的吹沙填島行動 藉此在南海地區擁有了多個重要的戰略支點 以美濟招為例 在中國展開大規模南海填島行動之前 外界基本上沒有多少人認為 美濟招能夠對南海形勢產生太大的作用 但是在中國的南海填島行動結束之後 外界就驚奇地發現 中國就直接將美濟招變成了一個面積達到5.6平方公里 擁有2660米長 55米寬規格的跑道 南海第一大人工賭招 不僅南部戰區海空軍的殲-11戰鬥機能夠直接在美濟機場上直接起飛 甚至轟-6型轟炸機和運-20戰略運輸機也能夠在上面起降 隨後 中國又多次對美濟島進行深度的打造 目前的美濟島完全就是一個中型的軍事基地 不僅擁有完善的軍用航空配套設施 甚至是連紅旗-9遠程防空導彈 空警500預警機都紛紛進駐 中國甚至還在島上建造了擁有76毫米高頻兩用炮的炮流 進可攻退可守 極大增強了中國在南海的話語權 不少國外軍事媒體認為 中國政府在崔田出來的人工賭招 已經成為解放軍在南海海域的前進基地 和從海南島起飛的轟-6型轟炸機相比 從南海賭招上起飛的轟-6機群 可以更加輕鬆地對美國關島基地 和美國部署在澳洲的軍事基地展開攻擊 而這次天津航道局計劃打造的新型滑泥船 其搞到的壓定功率是一萬千瓦 預計其沙石輸送距離可以達到20公里以上 最重要的是 即使是目前中國最大的天坤號滑泥船 中國都是前後花了不到三年的時間 就做了出來 雖然新型滑泥船的噸位功率會更加大 但是以中國造船業目前的實力 很可能在2025年之前就可以正式投入使用 屆時新型滑泥船在天坤號、天瓊號的配合之下 就具備對南海任意一座島礁 進行大型催田工程的作業能力 過去直接面對菲律賓、蘇比克軍事基地 和克拉克軍事基地的黃岩島 因為招盤的面積比較大 對蘇沙距離的要求比較高 就未能夠進行催田的作業 如果新型的滑泥船投入使用 就完全可以對黃岩島進行催田的作業 建立起直接面對菲律賓、克拉克軍事基地的前進基地 使其成為中國南海島礁長城的橋頭堡 一枚硬幣大小的石墨稀片 在頸部靠近喉嚨處 就能夠幫助發音障礙者獲得新星 近日清華大學集成電路學院任天令教授的合作團隊 在智能語音交互方面取得了重要的進展 其研發的可穿大人工喉 可以感知後部發聲相關的訊號 並通過人工智能模型 將其識別和合成為語音 還原單確率超過90% 這項研究結果 就為語音識別與交互系統提供了一條新的技術途徑 並於近日在線發表在自然 人工智能指刊 自然機器智能上面 任天令介紹說 該人工喉還有很大的優化和拓展的空間 例如提高聲音的質量和音量 增加語音的多樣性和表情 以及結合其他生理訊號和環境訊息 實現更自然和智能的語音交換 研究團隊希望通過進一步的研究和合作 就讓人工喉造福更多的聲音障礙者和語音交換的用戶 3月17日陝西省科技廳發布 由西北隆林科技大學陝西省雜交油菜研究中心 和廣東開源環境科技責任有限公司通力合作 利用轉基因技術 創製出一種可用於土壤重金屬污染修復的專用型油菜 由於該油菜對土壤中多種重金屬 具有很強的吸附能力 就為國內重金屬污染土壤的修復 提供了新的解決方案 據悉科研團隊這項研究成果 近日在環境科學一區國際期刊《危險材料》雜誌發表 目前其材料已經獲准進行中國轉基因生物安全中間試驗 和相關轉基因安全分析 土壤重金屬污染造成的食品重金屬超標 是嚴重地威脅人類的健康 不過傳統的土壤重金屬污染修復 主要是靠化學修復 從而降低農作物對重金屬的吸附率 然而這種修復土壤遇到長時間雨水淋溶 重金屬又會重新釋放出來 形成再次污染 而通過植株高級附途徑進行修復 是解決土壤重金屬污染的綠色有效途徑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馬請教授提出了一種 關於全固態電磁正極材料的新型技術路線 可以大幅提升複合物正極中的活性物質載量 從而更充分地發揮出全固態鋰電磁 在能量密度上的潛力 據研究人員介紹 為了充分發揮全固態電磁的性能 其正極材料至少需要滿足兩個條件 第一是優秀的鋰子電導率 第二是良好的可變形性 但是這兩點很難在目前商業化鋰鋰子電磁 所使用的古鮮鋰、鋅鋰等這些氧化物的材料中實現 這次研究馬請課題組以非常虧的材料設計思路 選擇綠化物構造一種全固態鋰電磁的新型正極材料 綠化泰鋰 研究成果表明以綠化泰鋰為代表的綠化物正極材料 是全固態鋰電磁中非常有前途的正極候選者 能夠進一步釋放全固態電磁在能量密度方面的潛力 近日該研究成果發表於國際著名學術期刊《自然通訊》 等候石桌台已經簡化了訂閱流程 不用驗證電郵 想附去訂閱石桌台會更方便 我們也優化了視頻課放器 網速比我慢的時候也可以看得流暢些 如果有任何關於訂閱或使用的問題 歡迎你們聯絡我們 你可以在香港辦公時間致電3181-3890 或者用畫面上這個地址發電郵給我們 石桌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10分鐘看中國是其他媒體比較少講的中國新聞時時分析 石桌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力步 去巴士力步的網站就可以找到石桌台 希望你們都支持巴士力步訂閱石桌台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